在節目開始以前 別忘記訂閱並按下小鈴鐺 不要錯過樂手槽的更新 如果你需要樂器的火力支援 也可以上樂手槽的YSOMMART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哥 只要我旁邊剪片在 對 只要我旁邊是醬 大家好 太順口了 已經變灌口了 去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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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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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今天我們要做一下 我們的等於說新聞吐槽 我覺得好像 因為我們的更新頻率變低了 所以變好像 有一點時間沒出現了 可是我覺得 今天這集我們剛剛錄完 對 我就 好像 有希望 什麼希望 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 我們進行今天的節目 最近我在賣情 對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臉書的話 大家麻煩把我小朋友賣走 你的小朋友離不開你了 沒錯 我就是平均每年賣一次嘛 對不對 如今堂堂賣入11年 沒有 那是 那是你的 你的簽名請 對 他那簽名可以刮掉 沒關係 那個是不上漆的 好不好 那只是貼紙 OK 就是 人家說 哦 傀儡 橘色 小朋友嘛 對不對 所以 離不開你了 沒有 你再這樣下去的話 那個Blue Guitar M1 Iridium 版本 全台灣也是 我是 賣最久的人 我也有一台在家 對 其實那是一台很猛的音響 然後他要做老痛做搖滾 基本上都OK 就是我覺得 就你扣除 因為像我們知道德國SMK 他也有地板頭 是 可是相對來說 就他的是將綜合效果器那些東西 可是 像這一刻的話 他是真的是管位重 然後 對 再來說他的tone的range很大 因為他畢竟 嚴格來說也算是管機 雖然他後期是class D 對對對 可是他前面有個那個New Tube 因為其實就我自己使用的經驗的話 他後面其實基本上是很少渲染的 他其實整個音色都在 等於說在pre這邊就把它做好了 然後後期就擴大 所以變成說 我其實後來很常 像我用QC的時候 我常常是就QC進他的PowerM 就把它當成100W的音箱在用 就是他的PowerM在用 對 其實這也是用法 就他不只是說 他自己本身音色好 就是你把它當成一個純粹的PowerM用 也是可以的 是因為畢竟你現在很紅 像什麼Cmo Duncan PowerStage 而且他其實也是class D的Power Amp 對對對 不然小小一台 你怎麼可能是class A 而且class D的好處是 你也不插Cab也可以用 不用load 對不用load 因為像我最早的時候 把M1拿出去的時候 到練團室 因為他們音像頭都開好 我不好意思跟他說 對不起我自己有帶頭 然後我就直接把它pre-amp出去 然後去接ORANGE的Power Amp 照用 很好用 超大聲 對超大聲 因為他沒有master volume 很多沒有master volume 超大聲 ORANGE的音箱 就他完全是你的pre 去控制它的音量 是 如果你去revolver表演的話 大家比較常去 就是ORANGE音箱 就你自己效果器 如果你自己平常覺得說 你好像開一點就很大聲的話 記得你在 所以我最近有在看一個機器 可是說實在我用不到 因為M1的話它本身它除了100瓦 它其實有降一半瓦數的模式 對 那可是就是我在看GHS 它有一顆 它就讓你接在send return 就是pre-amp跟power-amp中間 然後就是控制音量 就等於說你還是可以把音箱 吹得很破很有力 可是音量整體下降 有點像巴尼的音箱瓦數條 這樣的感覺 其實我有看過別家公司也有做 因為我有點忘記了 我之前有朋友 好應該說明自己沒關係吧 就是那個香港collision吉他手jacko 我之前去他的studio玩的時候 他那時候還是用EVH 51503 那也是爆大聲的那種 對 因為那個也沒有master volume 所以他有買一個也是放在 那個中間的一個 也是一個轉鈕 小小小小口氣他們只有一個鈕 對 那個就是 外加的master volume的概念 其實我幹過一件事情 我有一顆 Gin Dunlop的10-band EQ 直接接後面 然後把音量調低 效果一樣 其實很好用 三不轉路轉 手上有什麼 就用什麼來降音量就對了 出來聲音還是不錯 但真的有人是把那顆放 沒有其實你那種EQ很多人 真的是放fx loop 對對對 就其實他就是修EQ 就像我想買MESA Mk5 可是我偏偏拿的是MESA Nomad 他就是沒有5-band EQ 我出負面買100瓦的 買不起 對 自備10-band EQ在後面 還比MESA Mk5都5-band 對 然後重點是這次我賣琴 我還有一個就是我的無頭琴 大家都知道我的夢想琴就是那一把 今天沒有穿在身上 可是它在我心裡 Letsport Caster 我們是不是也可以 預告個什麼東西呢 如果大家想要看Letsport盲車的話 也不要錯過囉 因為無頭琴就等於說 那個時候就是說 就是練團還是想要輕鬆一點 可是你買了以後 你會覺得說我一個月才練團一次 然後表演一年就那麼幾次 就是那麼輕鬆幹嘛 沒有 不是那麼輕鬆幹嘛 反正就我又會覺得說 到底這個輕鬆是有沒有必要的 然後我就說 那就賣賣看吧 結果呢 大家知道其實我很尬一個情 就是PRS 他有幫Mark Hawkins Periphery的吉他手 常常講的Polypian的吉他手 OK Evie 他的前男友 這能講嗎 這是公開的 這是新聞 是 是 OK 這個是 醜聞 有一點醜聞 大家想知道詳情嗎 這可以講 簡單來說就是他們倆在交往的時候 Mark Hawkins說 他已經跟他老婆離婚了 結果後來發現他其實還沒理 對 哇尷尬 為什麼我要講Evie 等一下就知道了 我也 OK 然後結果 我其實有在考慮 因為 大家都知道吉他手都是想買琴 想買琴 那種心態 對不對 我就想說那如果7錢賣掉 我是不是又可以買琴了呢 其實我一直在壓自己 不要想不要再買 結果 對方就說 他有一把Mark Hawkins的7 問我有沒有興趣換 那換吧 我第一輩子第一次彈26.5吋 就Berrytone的吉他 我真的一輩子第一次正式彈 我以前彈過一些了 可是就正式有一把 第一次自己擁有 對自己擁有 超不習慣的 據我所知 我第一次看到26.5 這個Skallin 是Ibanez Ibanez做過 因為我以前記得 Paul Gilbert他有一把超級長的 類似那種 因為我之前那把 RGD7UC 他就是26.5 對 然後我就是第一次看到20.5這個Skallin 後續陸陸續續 我有看到其他家有在用 因為我記得Shachter好像後來也有了 對 因為那種降音 你弦比較 你Skall比較長的話 其實你弦就不用換特別 才粗很多的 對 這也是一個比較不傷情景的方法 是 而且八度音音會比較準 八度音會比較準 對 因為如果說你Skallin太短 然後你又要很粗的弦 那樣子你的八度音會比較容易不準 說回來 我們剛剛講EV 終於要繞回來了嗎 那個前一陣子 Nita Stross 他在訪問的時候 他說有一年Nameshow 我猜是2020 因為那一年剛好他們兩個都有在 也是最後一年正常 對正常版 因為那一年剛好我去的時候 疫情就是美國還沒開始爆 對 因為我記得是19年12月 你開始出現一個奇怪的病 我上飛機的時候今天這樣跟我說 小心一點 就是因為有一個不知名的病 那時候還連名字都還沒有 那我猜是2020 結果Nita Stross Nita Stross是誰 Alice Cooper現在的吉他手 他本來離開又回去了 你要說女性的Strader 對 女性Strader 他可能算是最有名的 最大牌的 對 而且他是Ibanez第一位女性代言人 對我寫了這篇文章的時候 你知道他下面有人騷我 說因為我第一句 Nita Stross的時候身材火辣以外 然後接下來後面全部都講他 就是技術很好啊 他是第二代人他很厲害這個樣子 然後就有人說我物化女性 我就 好如果你覺得這樣 你有覺得我被冒犯我對不起 這個我必須道歉 可是我必須很鄭重曾經 我整篇文章除了第一句話以外 後面全部都是在講他 在吉他技術這一塊 Nita Stross呢 她跟Evie Young 在Name Show遇到了 她說Evie Young 你可以借我彈看看你的吉他 因為Evie Young 他們兩個都是Ibanez代言人 可是 這個兩個人吉他是很不同 因為Evie Young的感覺 比較像Taylor或Stradercaster 丹丹丹丹丹 或丹丹的那種吉他 對 因為他的那一把 也是用Talman形狀改的 所以他是有點變形的 可是他那把琴的圓形 好像只復刻一年後 又沒在做 可是現在反而 你現在都代言琴啊 你看那個 就代言版的 一曲卡也有 對對對對對 這個型號 因為前兩年Taylorcaster很紅的時候 應該要再復刻一下 但可能還是有人偏好 更Taylorcaster一點吧 因為那個形狀有點 比較歪 我覺得這樣 當我們講Taylorcaster的時候 我們對Taylorcaster的聲音 是有一個既定印象的 就他很難被別的琴取代 是 我自己覺得 像Stradercaster我反而覺得還好 因為Stradercaster的個性 雖然Stradercaster還是有一個個性 可是Taylorcaster的什麼鐵味 我們常講鐵味 有些像我們講什麼 那個Laspo有鼻音啊 對對對 可是Stradercaster比較沒有這一種特別的 形容詞當作它的那個 前置它的發展 Strader就多元嗎 對啊 因為Strader它當初發明出來 就是為了多變嘛 三個實音器可以切換 以前不管是Taylorcaster Laspo 最後全部是兩顆實音器的吉他 三顆實音器 是 後來給你五段切換 後來 對然後結果 因為它的Source就是我們說 Shredder Eveon它就是Mii West Evil E叫夾夾夾著點弦點爆 然後所以它的吉他調音呢 它可能整個這樣刷下去就是一個很漂亮的和弦 它跟我們的調音不是EA DGP 對就是所謂開放式 Open Tuning 然後就Nita說了之後 我可以跟你借一下吉他來談談看 Eveon說 可以啊 那可是你的要借我 兩個交換以後 Nita說了說 我好像不會彈琴 哈哈哈哈 對他前一陣子在廣播的時候就被講到這件事情 他說 其實你會發覺說 其實這個時代彈吉他是很酷的事情 因為像我們可能學吉他 我們都是EA DGP 然後就Shredding 就是我們的模式 我們教材你打開都是一樣 整個模組這樣的東西 可是現在其實 同樣是同一個品牌代言人 你看個性 音樂上的風格都差那麼多 對其實在現在彈吉他 是一個很酷的事情 你覺得呢 可以這樣說 應該說 就是因為好像NitaStrauss也提到說 這個東西一直在進化 對 他沒有停在80年代 他還是在繼續走 對 就雖然你要說構造上 他還是差不多 有沒有 就從可能說5060年代 就當Fender開始量產之後 其實都也差不多了 我說撇除現在有一些完全沒有木頭的琴之外 有沒有他大致的構造 還是那樣 對不對 脖子是脖子 鎖是鎖 哪裡該綁起來 該固定起來 就是固定起來 可是就是說 他 一樣是我說 不要不要說什麼七八旋那樣 他一樣都是那種六條旋 可是你看 NitaStrauss的六條旋 跟EVET一樣的六條旋 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對 兩個就是 風格 你去聽他們音樂 你會覺得 我們先扣掉主唱可以邊彈邊唱這件事情 邊點弦邊唱這件事情 光他彈的東西 就對我們來說 哇塞這個 光手的技巧就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演奏方式 是 我們以前講什麼EMO Hardcore 這些就是刷刷core 那種 因為他從龐克分子出來 就現在這種 Mi West Emo 反而把那種 Guitar Hero的所有技巧 全部已經融合成一種更新的技巧出來了 對 因為你像當初 點弦 真的要說是誰發明的不知道 嗯 不好說 可是我覺得發揚光大的可能也算是EVH 對 對啊 因為我前陣子也剛好看到就是那個 好像Short Short還是Reals 嗯 就也是 呃EVH在說他怎麼開始 因為有人說啊 你抄近面Page還是怎麼樣 對啊 可是他就說反正他就是 參考 但的確你要說發揚光大的 對啊 大家都覺得會是EVH 你的影響力要大到說大家因為你去做這件事情 是 嗯 所以其實這樣點弦爵士早就在點弦了 雙大鼓爵士早就在雙大鼓了 可是我像我 很多金屬的東西都是爵士開始的 對 七弦 嗯 然後扇形 扇形 扇形也是 扇形好像是 對所以這些都是爵士開始 只是被金屬打去用 對啊 其實我們真的第一次聽到那種雙大鼓是那個Slevena The Heritage Anthem 因為他故意有停下一段 然後 就這樣 就只有雙大鼓 我那時候還震驚 哇塞 這什麼東西 哦 我的話我會可能再早一點點 應該是Metallica的One 欸講到Metallica 嘿 哦每次我都被編輯不久等 Metallica Metallica 因為中文在接Metallica會卡住 欸當我們講到Metallica 當我們講到Metallica 你看就聽起來順很多嘛對不對 我不知道 對我們必須講一個 Megadeath Megadeath的主唱 Dave 被Metallica踢出去了 被Metallica踢出去的吉他手 為了要報仇組成的Megadeath 對 然後呢他最近被Gibson挖角 但是Gibson告完電影 他就把他順便挖走了 挖角嗎 我不知道啦 因為他也 他哪一間公司 他哪一間大廠沒有代言過 對 像 繞了一遍嗎 對最後又回去了 他只插Fandom沒有 對啊 Kirk最近也是就是Gibson 拼命幫他出啊 對不對 可是Dave呢 他被利用的比較徹底一點 他是先出了Gibson的代言情 就他的Flying V 其實就等於是只是復刻啦 說實在話 可是現在呢他出了Epiphone版本 此外呢 額外加碼Kramer 就是出了 Gibson終於要 要那個 營運他騎 被買下的品牌了嗎 Kramer 因為Kramer的造型 我就哇塞 這個Gibson在反風定是不是 因為他就是回到那個 因為Kramer的吉他 他是Kramer是一個 等於說80年代是狗民品牌啦 所以那時候小Viu 其實都相對是比較貴的牌子 是 那Kramer就是相對於 比較平民的牌子 那他也有比較貴的 可是他就是出一個 完全尖尖的V型 就是哇這可是你在 Jackson King V 在挑戰定的 沒有吧 那應該是Jackson先的嗎 可是Dave長期拿定都是那種V 可是你不要 等一下 Dave Mustang在訂之前是Jackson 你這樣要吞下去的話 真的是 然後然後再ESB 不是Kerry King也有代言過ESB I have this 都有都有都有 對可是 但應該說比較尖的V 沒記錯的話 是Jackson開始 King V 對Jackson以前就是比較做怪型 就那时候小ville做比较strad的型 然后可是Jackson就比较做V型 那因为他们基本上 那个时候都是Google Jackson 他自己拥有的公司 是是是是 Dave Mustang他出了各个等级的V 然后也有比较帅的 也有比较老派的 因为Applephone毕竟 Applephone曾经是独立的品牌 然后被Gibson买下来 那现在就变成像是Gibson的副厂 对定位这样好可怜 对那所以说 Applephone的Flying V 就Dave Mustang的签名性 他也还是按照Gibson Flying V的那种样式 就有点圆的Flying V 你打开规格表 基本上跟Gibson看起来是一样的 是 那就是反而在Kramer才可以 就是做那种尖的 对而且Kramer 他这一次看也是价格有拉上来 就变他变成就我们一般说中价位的型 就可能是你第二第三把型的那种价位 因为Kramer在去年之前 其实推出的型 除了大部分一些有彩绘的以外 大部分都还是偏低价 一万八两万 对七八百美金 对 有贵的是七八百美金 对就相对来说就还没有到中价位等级 它会比Square再贵一点 现在他是想用 Dave他的影响力要开始去拉抬Kramer吗 提升的他的Kramer的地位 Kramer 因为我像Shavel你可以看到Shavel Jackson 他们这几年的改变 他有慢慢在企图要改变大家对那种80rock的吉他的印象 可是Kramer现在反而反其道而行 他又回去走80金属路线 这个走法是对的吗 就这种东西还会回得来吗 很多东西都是一波 就包括你说那个吧 可是个80 时尚服装 对对对 他都是你看一下复古 其他会不会这样子呢 可是80复古 我刚刚走完 现在大家都在走90了 我不知道 观望吧观望吧 对啊Kramer我觉得有一点难操作了 可是Kramer是Gibson 死太久了 对可是Kramer我觉得他有一个优势是 他是Gibson现在少数可以做Superstrad的型的吉他的牌子 我觉得他倒是可以利用解释 如果他可以大破大力把Kramer重新打造出来 变成Gibson的Shavel Gibson的Jackson 这种搞不好他有一些可以操作的地方 当年Kramer比较像是Shavel的路线 对对对 就是Strad型 可是就当年是真的很多代言员 包括Kramer其实最后还有那个Steel Panther 可是Steel Panther最后也是Shavel 可是他其实代表着那个时代的精神 说实在话 而且我记得我曾经有一直在看 很多年前的也是好像国高中的时候 我一直有在看Kramer的琴 是因为那时候做RR型的 就Jackson Randy Rose 不对称的V型 对对对 不多 基本上就是Jackson 对 另外一个Kramer Kramer那时候就在做 对他Kramer叫那个我记得他的型号叫Vanguard 就你知道很爱很多那是IV开头的 对对对对对 对好像叫Vanguard 可是后来也是就后来Kramer就更死掉了 是直到现在Gibson才把他复活 其实他被Gibson买下的瞬间 就是他的那个桑钟已经被敲响了 他现在只是就他们念咒语 把他变成奖声都复活了 究竟是回光返照呢 还是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 不过最近CEO换人了嘛 Gibson CEO最近把 他们等于说他们的总裁 现在也兼任CEO 因为他其实当上总裁一段时间了 他其实现在回来兼任CEO 就其实他 我觉得一个卖点 是现在这位CEO 他会弹吉他 终于会弹吉他了 终于会弹吉他了 所以说他对Gibson品牌的想法 跟艺人的合作 跟产品的设计 我觉得相对来说应该会有一些 更进一步的改变 因为我们过去知道过去几年 他主要就希望可以维稳 他过去的路线 对啊 好 说到吉他公司 最近有两个音箱品牌 发了新的蓝牙喇叭 我不能说就是开始发 可是第一个是开始发 就是ORANGE 出蓝牙喇叭 你觉得ORANGE的造型 当蓝牙喇叭适合吗 ORANGE的形象很鲜明 那我觉得个 就个人意见 我觉得他不会有Marshall 那么样的 我不玩乐器 我也会喜欢Marshall的造型 Elegant的感觉 对 我觉得ORANGE可能真的偏 就是有弹乐器的 就是我知道ORANGE这个品牌 所以我就是要ORANGE那个造型 当然不排除一定还是有些人就是 我从来不知道ORANGE是什么东西 可是这个造型我喜欢 我相信一定也有 你看我后面这个橘色 然后下面他的网子也是这种 就腾汁的这种网子 这种感觉 说实话就 他很特别 因为像Marshall可以隐藏在任何个地方 比如餐厅的老板柜台桌上 你放在那边他不会特别突出 是 对 可是像ORANGE你把他去 哦好亮 好亮 好橘 对 我先不管音质 因为音质还没听过 可是 我觉得一点是他的包装盒 我看了跟音箱一样 就是彩色的涂售 就是印刷的那个纸箱 我觉得 这个有点不够精品 还是有点像消费级品 就是 如果当你一个音箱卖到 可能一万块 我不太确定他定价多少 可是一万块音箱我对他购买的时候 跟两三千块音箱我会期待说 他给我的是一个更高级的消费者体验 那你这个就要看了 因为如果你真的是卖粉丝 ORANGE粉丝的情怀的话 那他们可能会觉得这是加分的 对啊 对不对 那如果你真的是那种 我完全不知道ORANGE是什么东西 我是为了他那个造型 那可能觉得说 那包装怎么这样 对我觉得都有 就我觉得买一颗音箱 跟买一颗音箱看到包装是差不多的 就觉得 这个 对啊 我真的是 我唯一对他有意见的就是他的包装 其实ORANGE做这东西也做 不是第一个做 因为他其实之前就推出了 那耳骨的导管耳朵 就他不是带进耳朵 他是放在这边 然后他是震动 你就可以听到声音的 其实那个东西我蛮有心 因为台湾其实你去什么成品书典 你就会看到类似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那个东西 台湾为什么没有 其实ORANGE 也不是第一次做音箱了吗 就是从那 如果从那开始算起 现在音箱第二个 我觉得可以啊 而且他最近出新的音箱 我个人是蛮期待的 对 ORSense 真的其他音箱的音箱 Made in England 就是他除了Presense以外 他有个Bright Switch 就等于说你把过去那种低频很多 那些音箱被改掉了 就啊 这个 应该可以哦 可是英国做的就很贵的意思 另外一个推喇叭的公司 Fender Fender已经出音箱有一段时间了 我记得我在乐手潮 第一次去外面访问 就是因为台湾Fender音箱上市 然后我就去他们记者会 然后就是 因为Fender过去的音箱设计 都很像音箱 像什么Bestman 他是那个黄色编织皮的 那些的 可是就是 就我眼睛看到的世界 我不太清楚大家怎么样 可是你去大部分人家 你看到还是Marshall 对 Marshall真的在这一块是很强的 是 对 因为就是他Marshall比较能融入 环境 就我觉得国外好像是说 就是那个客厅 他在放在你的客厅不突兀 对 对就不会 你就Orange可能就真的很突兀了 那么橘的一个东西 对 他是一个摆设 他不是一个隐藏 隐藏其他东西 就是你要跟你的家具 那些都有搭到 对 就是要哪一人 所以Marshall这点很成功 那Fender呢 他最近 就是他推出了一个 就是音响 蓝牙的 蓝牙音响 他也可以插吉他 变吉他音响 可是我还特别去查了 他是模拟哪颗音响 我说 没讲 那可能也是Mustang 之类的 对 对我来说 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点吸引力 那Marshall 我都知道他都没有 没有不能 没有接音响 他音响就音响 对 这其实我当初 因为Marshall做这个家用音响 其实也蛮长一段时间 有十年了吧 有没有 差不多 对啊 这一开始 都已经被反兵狗 被反兵吞了 被他们代工的 被代工厂吃掉了 对 因为一开始我会想说 那这样子是不是可以接吉他 后来发现 竟然不行 对 不行 亏你做那么像音响 对 竟然不行 我一开始真的以为可以 我发现不行 他就真的只是一个蓝牙 但当然你可以Auxin 对 可是他主要还是一个蓝牙的喇叭 对 就有渲染 你不太可能把它当监听喇叭 就是接音箱模拟那些的 就不太行 是 但还是有一些厂牌有做 例如像那个什么 Blackstar的那个Fly3 Fly3 对 他可以当喇叭用 对 他可以当喇叭用 但你还可以接吉他 对 但那个音质 因为我试过 那真的 他很小 对 小一定有他的限制在 对 可是像THR 就是YAMAHA THR 那些 其实他都是音箱跟音箱 你不用的时候 把它当音箱用 对 那个Spark也是 对 Spark Positive Grid 对 就是像美国 就几年那种最受欢迎 最畅销的音箱 对 然后他同时也可以当蓝牙喇叭 因为他都是用那个Fly3 的单体 对 就等于说 他的那个喇叭 本身是几乎是 平的 让他模拟去修他的声音 像我们以前说 像我们买个什么LT Lansing 就我们以前 都忘记了牌子了 对不对 LT Lansing 我有Clip 哇塞 这些牌子以前是很有名 像美国第一部 有声电影 爵士歌手 他们那个现场 LT Lansing喇叭 结果他等于说 他有见证到时代 可是现在就是 也是默默无闻 我是不是有快20年 没听过这个平台 LT Lansing 听知道这牌子 人在下面 你一开始刚刚说LT Lansing 我说 我说哇靠 这是一个我们以前打电动时代的喇叭 现在大家打电动也都是用耳机了 为了要听强声跟走路声 电竞耳麦 对 大家现在对这方面越来越追求 像我们以前那样 Sony耳机 手机附的就可以听了 对 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就是有一些旗舰牌 像可能 就像Monster 我们说像咖啡就星巴克 他一进来看咖啡一起冰龟 然后像台湾耳机的话 叫Monster Beats Beats by Dr. Dre 对 Beats by Dr. Dre Dr. Dre 对他进来以后 忽然大大开始重视耳机了 那个注重耳机的哪一块 你说音质吗 好感 对我最近买了一个大概90块台币的耳机吧 大陆的牌子 那个大家可以去看越少少文章 应该要上线 超厉害 对我有听过有一些 可是90块台币也太便宜了 你说90块人民币 大陆的话是几乎是免费半买半送 或者是好像换算台币大概70块左右 这个耳机怎么样 传说这都是传说 传说它本来是一个大陆做平板的工厂 公司然后他们工厂做平板 然后那个时候反正你怎么做手机做平板 这些你都要附一个耳机 曾经 所以他们就用了一个Sennheiser的膜 耳膜就是耳机膜 就做一个便宜的 就放到耳朵也不塞进去 就放耳朵就很传统的那种耳机 然后就后来这个 Earband 对 然后平板后来做不下去工厂收了 然后可是耳机库存一大堆 怎么办呢 找行销公司说帮我想办法 把这就全部卖出去变现 然后就说听了会流泪 就是那种把它讲得很神 然后反正就很便宜几十块 然后大家就买了会觉得 好像真的不错 工厂跟公司 然后大家在抢这个牌子的商标 然后还打官司这样 然后我就买一个试试看 其实熊天里就 哇塞这个CP值真的很高 就可能你真的还是赢不了那种很高阶的耳机 可是对它那个价位来说 就你以前听这种小小耳机 你听下去你就是那细细碎碎的声音 然后要不是低频 没有低频 对没有低频之类 什么都有 低中高频都有 然后因为我就把它插在我的录音界面上 就试听 试听完我就没拔掉 结果我现在每天用骑士都趁机顺便在养他 对 然后我不知道再养下去 可能会变浩浩的声音 浩浩影片看太多了 对啊 可是我觉得就是 Marshall这进来我觉得刺激到很多 Marshall我觉得是这一块的交交者 对 霸主 其实后面应该再有人超过他很难 因为其实在音箱领域上 MESA我觉得是不太可能 尤其他现在在Gibson旗下 对不对 Gibson已经被Philip吓怕了 可是我觉得Gibson会很想分这一杯羹 那他自己当年买Philip又不好用 Philip加用音箱也是他的吗 我记得 在他们 Gibson搞死多少家公司 Gibson就是真的 他想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会 可是我觉得MESA Boogie不太是这种料 MESA Boogie的 形象 对形象不对 那不好说你看Orange 也有做的 没有我觉得 一个最大差异Orange他有代工的音箱 所以说MESA 你只要MESA跟Gibson都是美国 美国企业美国公司 所以他不太可能会让MESA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这关系他不可能让MESA去做音箱 就因为自己自己生产音箱 所以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大家觉得呢 对我觉得Gibson会想做这种事情 但的确现在他手上的品牌好像不太适合 没有错 对他现在有Gibson的唱片公司 他有成就像Slash 就是他们唱片公司发的嘛 那我觉得往这一块不是没有可能 可是就要看他怎么操作 是Gibson跟音乐的连结其实是很强的 出Gibson拍 对我觉得也可以 我觉得反而Gibson拍 我觉得倒是一个可以的事情 我不会觉得Gibson做这件事情太歪 反正曾经有Gibson的音箱嘛 他也出过简体喇叭 所以好像也不是不行 对 Gibson真气一点 我要再帮你讲话 难得 OK 然后可是这个讲到Gibson啊 我觉得这个月 大概这个月之内啦 我觉得最大的消息是PRS推出了 Telecaster造型的吉他 NF53嘛 NF53跟Miles Kennedy的签名款 Miles Kennedy就是Slash 通常Solo的时候主唱 Alter Bridge的主唱 对 Alter Bridge的主唱 对 因为其实去年我们就看到 Miles Kennedy拿着PRS的Telecaster 型的吉他 在表演了 就是Prototype 所以应该迟早一出 没想到那么快就出了 对 然后可是一把Telecaster 我们知道Telecaster相对来说 它的结构是比较简单的 可是我也问过啦 因为Telecaster的 的线路是装在护板上面 然后直接装上去 所以其实生产流程来讲 Telecaster可以更快一点 对 可是Telecaster相对来说 是结构很简单的 可是它卖超过10万块 而且是通门的价格 每一场PRS 可是你看 那个Silver Sky 跟前两年出现的Fiori 其实也没到这个价格 就他们 尤其Fiori跟它的结构 是比较接近一点 是 对 因为可能我也不知道 就PRS他常常讲说 我这的琴都是从头到尾重新设计 是 这是他很爱讲的 是 因为的确你要看的话 它也不是 完完全全的Tele的轮廓 对一定的 就它琴的造型并不是说 真的就是Telecaster 对 你要说它其实又只是Single Cut 对 只是它没有葫芦型那么的Single Cut 那你觉得它如果扣掉立体度来讲 你觉得它比较像Laspo 还是比较像Telecaster 我还是觉得比较像Telecaster 对 还是有那个印象在 对 只是它就是 它也是歪蛮多的Telecaster 所以一定就两集 就是我也看到很多人说 这琴一直看到这琴觉得臭死 我是觉得我自己是觉得OK 我也觉得OK 而且重点是想想看 因为我是一个弹金属乐手 我拿一把传统Telecaster 跟拿这把Telecaster造型的琴 其实这把琴比较像 是 对 而且它的音色上面 它虽然样子是双线圈 可是就是它的音色 希望可以比较复刻出单线圈的声音 它的什么NF就是Narrow Field 对 对 它还是希望做出Telecaster 它用Humbucker的方式去处理 因为它包括可以去除一些 多余的杂音这些东西 那53可以顺便讲一下 爆料一下 就是那53是因为 Paurie Smith他自己收藏的Telecaster53年 它是要复刻那一把的声音出来 对对对 目标很明确 53年的Telecaster 是 然后Miles Kennedy就是 你直接用看的话 就是护板形状稍微有点不一样 当然规格 它的 它的实音器不一样 对 切换也不一样 是 音色变化比较多 可是木料那些基本上 还有Skillland这些都是一样的 对 对就是选择 价格好像也没有差 价格好像几乎也是一样 没有那种代言人税 因为我觉得它现在都是这样 像它Fiori Silver Sky 其实都是 它只要是讲这产品 全名的话都是包含艺人的名字的 所以说 我觉得这个其实概念差不多 虽然它的另外一把 其实没有挂Miles Kennedy 可是就基本上很直观的 应该还是差不多的操作方式 我猜 毕竟这寝生的很贵 我有兴趣 可是真的真的价钱我买不下去 我还好 我现在真的心如之水 而且这个寝真的 你看 你怎么看就知道 这不可能是S2 它已经简化成这个样子 就更台里平的 全黑的 Flat Top 全黑的 PRS会出全黑的 它不是不出全黑的牌子 其实它的全 全黑黑配Maple纸板的PRS 就传统的一点 CE那些 我其实很重 我这东西看起来很金属 这东西对我来说是很金属的琴 PRS也是有出过一些比较重的琴 就那个什么 Mike Meshulke 对 还是还有什么277吗 对对对 27.7寸 对对对 那个比Mark Holcomb的还长 对 他们其实规格是敢做的 就虽然他们的样子情比较统一 他们不像ESP那种外形 还可以自己乱搞一下 对 就比较统一 可是就是他们的规格 其实自由度相对很高 你只要钱够的话 你看Private Stock 肯定要巴选 什么都有 它都做过 我说 PRS有没有可能出汽钱 Poro Smith做 我们在Private Stock 做过很多 现在SE也有 对对对对 器材其实我觉得 大概讲到这边的话 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可以讨论 因为最近很流行讲AI AI这东西 其实起来GPT 我觉得好像前一阵下去 好像最近又被讨论起来 反正它是一个进化的东西 然后可是呢 如果你喜欢的乐团主唱 被换成AI这件事情 能不能接受 你能不能接受 Mega Death的歌 就主唱的时间是 James Hetfield 我个人是不太行 真的假的 没有 我觉得如果 如果是parody 有没有 就是你的粉丝做的parody 拿来笑笑的 那我可能会看你去笑笑 他说干我白痴 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对 可是粉丝做的是可以的 对对 如果今天我讲 Pito是发新专辑 然后歌 然后John Lennart的声音 是用AI的 这个我觉得会两派 有一派就可能是说 就真的就是 不管是怎样 就算是AI的 我很喜欢他 我很喜欢这个团 所以我也要听 那另外一派就是说 干这是假的 有没有 这不是真的 所以我不要听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没办法 我觉得两派粉丝都会有 对 这样问是因为一件事 就是P投4啊 他们在前两年 Disney Plus有一部纪录片 然后导演是 彼得杰克森 就是魔戒的导演 然后他拍了一个 P投4的get back纪录片 那这纪录片呢 他们就用AI的方式 去杂音 把John Lennart的声音 从里面萃取出来 就可以比较清楚 听到John Lennart的声音 这些东西 然后这技术 那Paul McCartney看到说 哦 好厉害哦 这个东西 然后他们就拿来用 然后呢 他们现在就是要把 John Lennart 当年创作的歌曲 拿出来重录 然后呢 John Lennart 可是John Lennart唱的部分的话 就是用AI去学习 然后用他的声音唱出来 那这样你觉得 我个人是还算可以接受 哦是 因为他去学自己的声音 再把它唱出来 就前提是 如果他真的是John Lennart做的 嗯 对那我觉得就是 我偏可以接受 就是我 我没有到 我刚刚说那种说 那假的就不行 他不是他本人就不行 我没有 我个人没有到那么极端 嗯 那个 我最近看乐手潮的文章 我才知道说 因为Michael Jackson 跟Paul McCartney 当年闹翻的原因是这样 哦 因为Peter 就是Paul McCartney 跟Michael Jackson 其实合作过很多次 然后呢 就Paul McCartney 有一天跟 Michael Jackson说 哎 那个我想把 Peter S的歌版全买回来 结果Michael Jackson 就 Michael Jackson 就显出高度的兴趣 哇 我也好想要 然后就后来Michael Jackson 出价比较高 把Peter S的歌版全买走 那Paul McCartney说 这是 哈哈 我两个真闹翻了 直到Michael Jackson过世 他才发文哀悼 就 哦 这样 因为我家里常听到 Michael Jackson 跟Paul McCartney 合唱的歌 所以我就说 哎 他们两个又不合 然后后来就 哦 原来是这个样子 哎 讲到这个 如果Peter S 就 我先不讲Peter S Paul McCartney 来台湾看演成会 你觉得票价 多少 你可以接受 你会去看 我应该不会 哦 真的假的 对 我没有那么迷 哦 Paul McCartney的话 我应该一定会去看 虽然 可是那个感觉 应该 三四千跑不掉吧 呃 上次那个 最贵的可能也要六七千 那种感觉 对 因为 其实大概这个年纪 这个急速 来台湾票仲巨蛋 小巨蛋的票房 基本上最高都可以 都是一万多 我说定价 都是差不多一万 二一万三起 差不多到那个价位 像沙拉波兰卖 也差不多嘛 一万多 对啊 因为最近刚好有一个新闻 是美国 因为泰勒斯前两年 办演唱会的时候 就出现那种网路大塞车 就是买票要排八个小时 这样 哎 幸好我不像台湾 台湾是 你要三秒 三秒就没了 哎 真方便 超快 一下子没票了 不像你排八个小时买票 对 你三秒定生 对对对 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 人家城市已经开始跑的时候 你就来不及了 哎 这跟网速已经几乎没关系 你看我们办公室平常没事就慌惑声 我抢到了 对 然后呢 呃 就第一个抢很久 然后再来票价 因为买不到 所以说 开价开到 二十万吧 官方黄牛吗 我不知道 就是有人卖都是价格 就泰勒斯演唱会 然后就是 其实就泰勒斯对这件事情 我很知道泰勒斯是很保护歌迷的歌手 对 是 然后所以说他有在呼吁这些 因为美国其实主要打的 像泰勒斯啊 这些大型的歌手 他们的票 大概都是同样几家网路的售票公司在卖 Ticketmaster 对 之类的 然后就变成说 他们其实有一点像是垄断的概念 嗯 然后就变成说 大家知道你去买票的时候啊 他们显示的并不是一个票价 而是你要付多少钱 诶 干你有操 假如今天 他这个票价加上税 还有加上一些不知道什么的 有的没的 这个才是你买票的总价 所以美国政府呢 就是反正前一阵子就有公厅会啊 然后美国拜登 他也亲自出来 就是要求票价要透明化 因为其实你当然想 这是多可怕 如果今天这票很热门的话 是 这个票公司想多抽一点 是 他就把总价整个往上拉 是 你有遇过这种 因为我没在美国待过 你自己有遇到过吗 我是没有 因为 呃 我有在Ticketmaster买过票 因为加拿大也是Ticketmaster 加拿大也是 对 可是 但也很久 因为我不太记得了 我不太记得那时候票价是怎么算的 可是我只能说国外很多东西 你看到的价钱是不含税的 台湾是含税 是因为你台湾他就一个 一个政府吗 应该这样讲吧 因为他的税率是统一的 对 所以他可以直接把税算进去 可是因为很像每家那种地方 州不一样 税不一样 对 因为加拿大是省 所以每一个省的税率不一样 好 但是他当然要全国统一说 我这个东西我就是卖 我说整数好了 我说我就是卖10块 可是这个地方的 这个省的税可能贵一点点 所以你可能10块再加个10% 可是别的税可能 他可能只有9% 对 所以他会每一个省不一样 所以他会显示说 他就是显示10块钱 但你结账的时候 你要再额外加上税 所以有人会那个跨省买车吗 就是我可能跑隔壁的省去买车 会 真的因为 车我不知道 到很贵的东西 这样那个价差就很明显 因为那算百分比的话 那时候会差很多 但真的会是因为我住BC 就是我住西岸 那BC的隔壁是那个Alberta 就算了不讲不讲中文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Alberta是因为 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我们大家都说 因为Alberta产石油 所以那个省本身很富裕 他没有省税 因为加拿大其实是两个税 你有联邦政府税 联邦政府税 整个国家的 对就是你全加拿大都是要付这个 一样的税率 再额外加上一个省税 那那个省税就是可能每个省不一样 那Alberta只有联邦政府税 他没有省税 所以你去Alberta买东西 你就是硬生生省了一个税 哇这国中之国的感觉 国中之国可能是 对啊所以的确会有这样 可是那个你要说他也算是透明 虽然有些时候你可能心算没有很好 因为我之前的税 好像是一下是从7加7 后来变7加6.5 所以你如果心算不好 然后他又是一些很奇怪的数字 你可能原本因为你够钱 结果后来发现你不够 对对对 可是就你只有一个小的误差 你不会说价格落差很大 对因为就我后来去问人家 因为人家去买NBA的票的时候 因为我前天看运动版也是 他讲NBA票也是 为什么其实这个时间 这个可能这一场跟这一场的价钱 就明明队伍强度差不多 就是可能地主这些都没有变 可是就票价两边是不一样的 就基本的票价 其实他们不只是演唱会票 他们其实各类的票 很多都是这种浮动票价值 因为这样的话 其实票务公司他们可以在中间 就是有多一点利润可以跑 就可能说这个东西200块 但是他可能他的票价 票价100块 然后税我乱说税10块 然后剩下90块是他们多断的 就不透明 所以美国政府就要求要透明 就你至少要把票 你可能这样还是有种价 可是你的票价还是要讲清楚 就把你要什么东西 因为有税什么东西 就例如说买机票也常常是 我们一开始看的时候 不是最最终的那个 对可是他我们付钱的时候 他会说税多少什么燃油附加费多少 对对 现在就是说应该把他所有东西都要列出来 这样你知道去Anderton's买东西 最棒的点 是你看到他的售价 到你结账的时候 你delivery是接到台湾的时候 忽然在结账的时候 他价格会掉好多 因为他的税 因为你是国外买 所以英国的税 他就不会帮你打 他直接先扣掉 可是运费 对就是买东西来小心 因为你拿回来 你还有台湾的关税 你不要以为英国的税不打你 台湾就不会打你 自己带的话 比较容易不被打税 对因为毕竟就带在自己身上 然后心理里面这样带 记的话 记的话现在基本上很难逃了 你如果是快递公司 被打的几率基本百分之百 因为他们都要有实际的 现在要报官了 我之前有干过一个事情 我在某一个地方做事的时候 然后就他们寄东西 就他们其实报的价格 都是成本价 对 然后结果当地海关不相信 这价格 实际价格因为一定不是 所以说他被打了百分之百的税 这个超硬的 买家当场说我不要了 可是如果要领回来的话 我们还是要负责钱 原地销毁 乐器产业 因为就是你们去过Fender以后 其实我觉得你们应该看到的 整个市场感觉会不太一样 跟我们只是留在这边原地看的人 是不太一样 像我去完美国以后 回台湾看也是 怎么会这样呢 就会有一种 现实跟理想的落差 当然人家有他的优点 也有他的缺点 但是我们在这边待久 但我们一个地方待久 就会看到缺点比较多 我觉得就是Fender开店以后 然后到你看这个月新闻 这样下来 其实大家都很努力的 在开始朝一个 做一些跟过去比较不一样的事情 Lifestar 因为你看就Fender的店 他也是有卖他的周边 你看他现在新出了一个服装品牌 叫Ethus for Fender 对吧 他以前算有硬T恤格 现在干脆开个牌子 对啊 因为以前像算 应该说你的各个品牌 他都有自己的官方的merch 对对 merch 周边商品 对 可是他现在真的就是 我开一个品牌 对 然后你看Fender现在也出 也出高尔夫球剧嘛 对 所以就真的越来越lifestyle 我觉得高尔夫球剧 真的是在干嘛 Custom Shop是真的有人在买啊 有 我们请敬请期待 我们跟Fender CEO Andy Mooney 跟那个亚太区总 President 的Edward Cole 这集上的时候应该已经上了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点上面连接看一下我们访问 对 里面就有讲到说 my Custom Shop这一点 对 我们直接访问到CEO 跟亚太区的负责人 是 紧张吗 非常紧张 紧张到我吐 半夜把我蹭马桶吐 压力这么大 我不知道 有可能 OK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